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来做一道简单易学又美味的葱花小饼 刚出锅的外脆泥软非常的好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碗里放500克中筋面粉 放入5克泡打粉 把泡打粉和面粉搅拌均匀 杯子里放270克水 夏天里用凉水冬天里用微水 放10克糖 5克酵母 把糖和酵母搅拌均匀 把水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中 护成面絮状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揉成这样盖上盖子醒发至两倍大 准备一点洗干净的香葱 切成香葱末 把葱放到这个小碗里面 葱里面加5克盐 2克五香粉 把盐和五香粉搅拌均匀 加入50克花生油 玉米油也可以 最后里面放1克黑胡椒粉 葱花抹匀以后 从一头开始卷起 把这卷好葱花的切成50克一个的左右的剂子 切口朝上 右手按扁 这一个葱花小饼的生坯就做好了 葱花饼的生坯全部做好了 放到这儿30度的温度让它再醒发15分钟 滴饼成鲜预热3分钟 锅里倒上油 下入饼 饼 饼加入以后盖上盖子 让一面烙至金黄翻面 这烙了一分钟以后 这边已经焦黄了 翻一个面 再盖上盖子烙一分钟 这一分钟到了 往两边都烙至焦黄了 焦香酥脆 香气扑鼻 早餐不知道吃啥的 试做一下 亲手也不会失败 我是云燕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明天见